一般新冠肺炎的症状包括了发烧 喉咙痛以及嗅味觉丧尸等等 不过国外研究发现了感染印度Delta变异株的年轻人 常见的症状反而像是喉咙痛 头痛以及流鼻水等等 看起来好像是得了重感冒 而为了加以防范Delta变异株 国内正在规划让所有入境者在完成居家检疫前都做PCR的裁剪 希望可以在病毒进入社区前就加以拦截 另外也有研究指出 接种疫苗之后 打喷嚏异常的频繁 也可能是感染了新冠肺炎的病征 流鼻水 醒鼻涕 感冒过敏常见症状 却也可能是感染新冠肺炎病征 印度Delta变异病毒株席卷全球 有国外研究指出 有别于一般新冠肺炎 常见的发烧 咳嗽和丧失 未嗅觉症状 感染Delta变异株的年轻人 常见症状反而是头痛 喉咙痛及流鼻水 就像是得了重感冒 它的症状比较不典型 流鼻水变多了 这个跟一般一开始 武汉出现的新冠病毒感染 它主要是下呼吸道 咳嗽或者是全身酸痛倦怠 它流鼻水的发生率不超过10% 可能表示说 它引起来的症状是 变得比较轻微 为了加以防范Delta变异株 国内正在规划让所有入境者 在完成居家检疫前都做PCR采检 希望能在病毒进入社区前就加以拦截 随着国内疫苗到货量增加 虽然接种过疫苗 但像医护这样常处在染疫高风险区 也要当心如果打喷嚏异常频繁 可能已经染疫 因为有英国研究也发现 打喷嚏比平时多 可能是新冠肺炎征兆 尤其是接种过疫苗的人 疫苗并非百分百有效 疫情当前即便是轻微症状 也要提高警觉 记者综合报道